為什麼有個迷思是韓國人說 一當兵就會分手的呢 這件事我真是一輩子難忘的了 其實他去當兵就像Londie那樣 我不是沒有經歷過Londie 為什麼他覺得我們是會捱不過去呢 有沒有聽過少了手指 或者少了幾隻牙 都可以不用去當兵這件事 當時玉奶奶的哥哥 是跟Pak Kherson同一間訓練所的 但我問有沒有見過Pak Kherson本人 這一個故事 我們就要由韓國男人最羨慕的兵種講起 大家好 我是金鈴 自從上次出了接男朋友預備兵回來的片之後 就收到大家很多對韓國當兵文化的 種種問題和迷思 例如是韓國藝人當兵是否跟一般人一樣 會不會有特別的待遇呢 是否好像電視劇那樣說 那麼恐怖會有很多欺凌事件 甚至是變性人是否都要當兵呢 今天除了整理了一系列資料之外 還有一些個人的親身經歷 還有玉奶奶她的親身經歷 來解答大家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韓國人究竟當兵當多久呢 講到這個問題就要講到韓國有什麼兵種了 因為不同的兵種都有不同的當兵年期 而且當兵的年期是越來越縮短的 最長的當兵年期就是空軍 最短的就是陸軍和海軍陸戰隊 以玉奶奶2014年當兵的基準 她當時陸軍是要當21個月的 但是現在就變成18個月 現在的海軍就是20個月 空軍就是22個月 其實越短的當兵年期是代表著那個軍隊越辛苦 那大家聽到海軍陸戰隊和海軍是不是同一樣東西來的呢 其實海軍陸戰隊是隸屬在海軍裡面 但是海軍陸戰隊的訓練是更加嚴格和辛苦 所以海軍陸戰隊的當兵年期都是最短的 空軍是最長的 因為空軍其實不是去駕飛機 而是去管理那條飛機跑道 那究竟韓國的藝人去到當兵的待遇 是不是跟一般人一樣呢 韓國以前有個當兵制度叫做 就是文藝兵 早期的藝人例如Sign 尹忠信 李總基等等的藝人 都有當過文藝兵的 文藝兵主要的工作都是去做一些國防部的宣傳活動 例如跑電視台 去做公演 目的是提升軍隊的士氣和形象 比較少體力勞動 休假和外出時間都是比一般的軍隊多兩倍 但是就不是所有藝人都一定會去當文藝兵 這個文藝兵是選擇性的 譬如說袁濱 HOT的安七元 柳燕石 都是當時以藝人的身份 但是選擇沒有去當文藝兵 當時玉奶奶的哥哥是跟帕希歐善同一間訓練所的 但我問有沒有見過帕希歐善本人 有沒有幫他們拿個簽名回來呢 結果是沒有的 因為當時的藝人就算在同一間訓練所出來 他們都會被特別照顧 是另外分開訓練的 可想而知 其實當時的文藝兵就已經跟一般的軍隊很不同了 但是後期有部分藝人有些不檢點的行為 被人揭發了出來 就引起了這個公平性的爭議 所以在2013年 文藝兵這個制度已經被廢除了 雖然這個制度已經被廢除 現在藝人都會跟一般人一起訓練 但其實明星始終在社會上是知名人士 所以其實裡面的教官都不會特別去苛刻他們 大家都會好來好去的 就好像之前 GD去當兵的時候 都有報導出過 就說他當兵四個月就已經有20多天休假 再加上他病的時候 都入住了特別的病房 有張相片是看到他在哥爾夫球車上面 穿著短褲 然後在聊電話 所以就引起很多人質疑藝人去當兵 是有很多特別的優待 其實在這個這麼現實的韓國社會裡面 完全不難想像這種特權會在軍隊出現 一會聽下去 大家就會知道 韓國究竟很現實的那一面在哪裡了 但來到這裡也不得不提 有些藝人是選擇去當一些更加艱苦的軍隊 例如說是Shiny的文號 袁賓都選擇去當環境比較艱苦的海軍陸戰隊 送中基都是去過一個訓練比較嚴格危險 以及辛苦的特戰部隊 李勝基都去過黑豹部隊 太多不能列舉的藝人是可以選擇去當紋禮兵 但是沒有當到的 但這個時候不得不提一個名字 就是因為玉士 他說是同一個family 所以一定要看的 就是譬如玉澤元 他都是可以選擇當公益兵 但最後都是去了當現役兵 提到公益兵這件事 我想很多人都應該有聽過 這個故事我們就要由韓國男人最羨慕的兵種說起 韓國男人聽到這兩個兵種都會很羨慕你曾經去過 第一就是 即是之前Top去過的義務警察 他主要工作就是輔助警察的工作 例如是交通的整理 巡邏 文書上面的整理 他們要透過自己申請考試 之後再random抽出來 但是這個制度在2023年 即是命令將會取消 之後都不會再有義務警察出現 這裡的TMI就是 當時玉奶奶有個朋友是去了當 威強的工作不是說是巡邏的 或者是一些示威活動的時候維持秩序 當時歲月號事件 玉奶奶就有去參加蠟燭示威 所以玉奶奶當時就拿著蠟燭示威 她朋友就是做威強這樣 拿著盾牌維持秩序 第二個大韓民國男人都會很羨慕你去過的兵種 就是Katusa Katusa就是駐韓國美軍的名稱 要是韓國的英文考試 TUIC 780分以上 才可以去申請這個兵種 申請完都未必會中 而且你不中的話 你之後都不可以申請 是只可以申請一次而已 為什麼這個Katusa 會這麼吸引大家去參加呢 第一就是它每天都可以外出 人工高福利好 它人工是比一般的軍隊高一點 而且它裡面吃的東西是什麼 KFC 麥當勞 Starbucks Burger King 你不要說是美食的王國 起碼比一般的軍隊好很多 人家軍隊是要成大盆人用一個房間 但是Katusa是可以自己一個一間房間 或者是兩個人一間房間的 那你怎麼知道自己會去當什麼兵呢 其實大韓民國的男人 去到20到21歲的時候 就會自動收到這個當兵的通知 你看到訓練所是寫著陸軍訓練所 那你就知道你今次是去當陸軍 而我聽過 有人是去到一成年19歲的時候 就自動去請英當兵 除了他們想速戰速決 快點去當完兵回來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可能有朋友入伍 他想跟朋友入伍 那這件事就叫做 如果你聽到有朋友即將入伍的話 你是可以申請 我下個月跟他一起入伍 但是這個情況 玉奶奶說是很危險的 因為如果你申請了這件事之後 你的朋友在裡面做得不好的話 你都一樣會被捱鬧 所以聽說是很多時候都會關係不好 這樣出來的 那剛才有說過 Katusa的人工是比一般軍隊高一點 那其實韓國當兵 原來是有人工的嗎 其實是有的 不過是少得非常之驚人的 現在的人工已經升了很多了 奶奶的時候是12萬元一個月 那我一級那時候 那時候是真的小了 那時候是6萬元 但是現在就已經去到60萬元一個月了 你這個錢是存不到錢 二來其實你都有優價的時候 是要家人去補貼你的情況都有的 還有一件事以前當兵會比現在辛苦很多的 就是以前是很封閉 沒得用電話 但是現在基本上每一天都會有一個小時時間 可以用到電話 那為什麼現在會放鬆了那麼多呢 其實都是跟以前的自殺率很高有關 玉奶奶她有一個朋友是當醫療兵 當時她軍隊裡面就有人自殺 她是要去幫她做心肺復甦 然後她就說其實早期的軍隊 自殺的情況真的很多 一來是因為信息封閉 二來有很多欺凌事件 沒得用電話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所以自從他們放鬆了可以用電話之後 自殺率是減低了很多 再加上現在人工高了很多 那所以相對上比以前來說 現在當兵是會比較輕鬆的 那我就在這裡好奇 問藝兵的藝人是不是都是十幾萬元一個月呢 她回答我 是 以前聽聞 就是比十幾萬元一個藝人 她就可以跑那麼多show 是很划算的 但有一種兵她相對上是很輕鬆 但韓國男人是不會羨慕的 就是公益兵了 公益兵現在改了名叫做社會服務要員 為什麼不會羨慕呢 就是因為你家上有困難 或者你心理或者生理有疾病 才會去當公益兵 就是輔助警察 而公益兵就是輔助公務員 會做的事大概都是叢林管理 地鐵服務員 一些區廳裡面的民職工作 都是以一個翻放工形式去當的 而他們通勤的時期為28個月左右 這裡的TMI就是一般當元兵的人 他們會升到中視這個level 但是當元公益兵出來 他只會是最低等的二等兵這個level 他們都要去訓練所 但他們去訓練所的時期 就會比一般的現役兵時期更加短 那怎樣看你有什麼疾病呢 就是看你做兵檢的時候 被分為第幾級 一共有五級的 如果你是五級有嚴重的疾病 就直接是免疫的了 去到四級 你就可以當公益兵 而一至三級都是現役兵的 我上網見過有人說一級二級 好像是當比較長時期的兵 但其實不是的 一至三級全部當的兵都是一樣的 在這個時候大家猜猜肉奶奶究竟是多少級 以我想像又喜歡遠山 四肢健全 這麼健康的人應該一二級吧 結果不是 他是三級的 因為他兩隻眼睛的視力相差很大 所以他結果是三級出來的 所以大家就會好奇 究竟他一二三級的標準定義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定義是非常具爭議的 有沒有聽過少了手指 或者少了幾隻牙 都可以不用去當兵這件事呢 其實去到2007年 這個MC夢的逃兵疫事件之後 當公益兵這個門檻 是大大提高了 我之前都曾經寫過一大篇 關於MC夢逃兵疫事件的文章 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去那裡看 簡單來說 就是他為了免疫而以蛛牙的藉口 拔了十二隻牙 這件事被揭發出來之後就引起極大的風波 因為這件事 軍隊是強化了很多新規定 以前是少了九隻牙齒就可以免兵疫 但之後是要少了十二隻牙才可以免兵疫 等等等等 有很多強化了的新規定 提高了門檻之後 韓國人就覺得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多了很多奇怪的人去當兵 其後的一些槍擊案件 都覺得是因為這個門檻提高了之後 引起了一些意外 而對我來說 就是結束了一段戀愛 唉 為什麼有一個迷思 韓國人說一當兵就會分手 這件事我真是一輩子難忘了 以前曾經認識過一個韓國男生 他小了四年 最初認識他的時候 他就說他還沒當兵 但因為他打油道而受傷 所以做了一個大手術 那suppose他應該是去當公益兵的 但結果他做了第一次兵劍出來的結果是三等 只是要去當現役兵 是沒得當公益兵的 結果在他當兵前兩個月 他就很屁股地跟我說分手 是完全分得很清晰 是沒有拖來帶水的分手 其實我一開始是極度難以接受 和難以自信 為什麼會因為當兵而分手的呢 因為對我來說 其實他去當兵就好像Londie一樣 我不是沒有經歷過Londie 我很有信心的 我很Ready的 為什麼他覺得我們是會捱不過去呢 我們事前明明都是相處得好地的 一次都沒有叫過交 而且他對我超級好 他的朋友都說 他沒見過他那麼疼愛女朋友的等等 我當時現在又立刻問他 他就說覺得因為如果去當兵的時候 知道外面有個女朋友 但他又什麼都做不到 照顧不到他 他會覺得很多顧慮 會覺得有壓力 而且不想我等他 覺得我是個很好的女生 一定會遇到一個比他更加好的人 我聽完之後都是很難接受 非常之傷心 非常之絕望 也都同時問了很多其他韓國人 但大部分的反應 都覺得他這樣做是挺成熟 挺不自私的 不想我們感情基礎 未好心的時候 就完全要等他 因為其實我們那時候 都只是認識了兩個半月而已 而且坊間太多情侶 是因為那個男生去了當兵之後 女生中間就出現了很多變數 譬如說認識了第二個 這個時候在軍隊裡面的男生 是什麼都做不到 他們就會覺得很塌塌 很stress part 又崩潰 又失望 因為這些事情而逃兵的人都有 所以這個就回應了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有些人經常說 當兵一定是分手邊緣 不是 當兵會比遠距離戀外更加安全感 因為全國陣營都是男人 因為問題並不是女生沒有安全感 而是因為女生有機會 做一些對不起他的事 所以那個男生不想對不起我 他也不想我做一些對不起他的事 在大家感情基礎未好心的時候 他就果斷地決定分手 雖然我現在這樣說出來 好像沒什麼 但其實我當時是非常打擊 這個世界好像塌下來一樣 明明昨天還是好地地 為什麼他會突然間 一天之間這麼冷靜地跟我說分手 他當兵出來 在識玉奶奶之前 其實我去年是有見過這個男生 但這個是另一個故事 說到尾 其實都是看你感情基礎深不深 其實感情基礎不夠深的話 是很難捱過軍隊那一關 有時我們會覺得戀愛大過天 但說到當兵分手這個位 大家就會看到韓國人現實的層面 如果是變性的朋友 需不需要去當兵呢 因為他聽過一些 在泰國的例子 是變性都要去當兵的 那在韓國來說 如果你做了變性手術 身分證上面的性別 就會完全改變了 所以是不用去當兵的 有一條問題是我經理人問的 他就問 曾經看過那些韓劇 會有很恐怖的排斥情況 玉奶奶有沒有見過身邊有這些情況 如果有的話 長官會不會幫忙控制 是可以控制住了 那是我經理人的行程 然後我經理人所幹部的地方 是我經理人的官員 治理人的官員 那都是我經理人的官員 沒有職員會 他們把那些人質疑 他們的父母和親家都被受傷了 但是他們的父母和親父母 他們都被狀態 但他們都被傷了 那是他們那麼害怕 那是真的 我真的被刮殺了 我太誇張了 我都被刮傷了 還是有時間 每天才幾天 有時間、死了 這樣的話 那是他的人 sobcy left what contains b h s bu 我认识是 可能肯定前身也有 肯定前身也有 肯定前身也有 我们看到有几个事 有凰事 有几个事 有几个事 我们全部全部合作 互动独播说的 这是一个劇情 喜欢比如生活生活 不一定的地方 一个地方 就像黄国 comics 我认识了 我去军事 我去军事 想要去再往 不是 去免得好 就能夠訓練 就能夠成為大陸的男人 一旦去的方式 但如果再去的話 如果有人看過罪人嗎? 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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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這個天色的問題 同時都回答了 究竟韓國女生會不會為自己男朋友當兵 而覺得很驕傲 如果你男朋友夢想當兵的話 就會覺得很驕傲 如果不是的話 一般人來說 都不會覺得特別驕傲 我只會覺得特別辛苦 所有韓國男人如果是跟外國人結婚 子女男生可以選擇韓國國籍 還是外國國籍的話 其實我們跟很多人討論 男生的話 去到18歲的時候 他們可以選擇自己什麼國籍 他們一定會選擇外國國籍 可以合法地不用去當兵 就當然不用去當兵 有一個問題 是問韓國人如果是上班的時候 去了當兵 會不會被人停職 還是可以回去繼續做呢? 比較常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韓國人20歲或者21歲 在讀大學的時候 就會收到當兵的通知 所以通常在他上班之前 就已經去當兵了 但是有一種公眾 是會翻一下 突然間去當兵的 就是 因為老師 是一個公務員的身分 他們去當兵那兩年 是會計算在你履歷裡面的 可能你實際 只是做了一年老師 但你去完當兵回來 你就變成做了三年老師 除了老師這些公務員之外 有些是支援軍隊的公司 如果你是當當下要去當兵的話 都是會計算在你實際的資歷裡面 可以繼續做之外 還要計算你的履歷 是非常好處的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之 TMI的TMI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知道 但希望今次的整理 大家都會覺得很有趣的聽完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在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